水汽偏多各地有雨,明后两天降雨在增中南部流液较大雨室。 昨天预期中的封面系统来到台湾上空,在西半部地区有较明显的对流系统发展,带来震雨或雷雨的现象,其中在苗栗县山区降雨最为明显,累积雨量达到160毫米,其次是台中市山区,累积雨量也超过130毫米。 这波降雨对于鲤鱼潭等中北部地区的水库净水量应该是颇有帮助,虽然雨势大了些,但是对于缓解久屋降雨的汉象来说是个好消息。 今天,25日,封面虽然断裂成两部分,东半段很快的东已远离,但是西半段的封面在大陆华南上空重整,封面前方持续有暖湿空气往台湾这边靠近,天气仍不稳定,各地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西半部地区受影响还是比东半部要来得大,可能有局部较大雨是发生机会,尤其各地山区到了午后因为白天热力作用加入,对流发展可能较为活跃,降雨的状况又会更为明显一些,因此持续提醒大家包括山区以及低洼地区等危险区域还是要暂时避免前往以侧安全。 今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5到27度,中南部高温则有28到30度,加上降雨的影响,北台湾可能感受还是稍凉一些,外出仍要注意穿着。 明天周五,26日,到后天周六,27日,封面系统又会再度东以南压到台湾上空,西半部有震雨或雷雨,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目前来看这次封面前方的西南风较强,水气多,因此直接面迎西南风影响的台中,彰化以南地区雨是可能会最为明显,有较大雨是发生机会, 其他地方也不能掉以轻心,同样也有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是。 预估可能要等到周六晚间封面南压,并且再度断裂成两段后,结构转叉,西南风水气也减少,降雨才有机会较为减缓。 周日,28日,台湾位于封面逐渐北台的过程,风前暖湿空气还是会造成不稳定的天气现象,西半部有短暂震雨或雷雨,东半部则是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山区到了午后因为白天热力作用加入,有局部热对流发展降雨的可能性,西半部地区以及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雨是出现的情况,整体降雨会比周五,周六要来的减少,但还是要持续留意。 从上述过程来看,周五到周末期间的天气并不理想,因此本周并不适合安排户外的活动,建议尽量以室内行程为主,并且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做好可能发生较大雨式的准备。 下周一,29日,封面位置偏北,将是一个短暂的空档,天气相对较稳定些,各地未多云或有阳光的天气,中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热对流发展并扩散带来雷雨的机会,平地部分以大台北,宜兰,花莲一带受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呈现夏季型的天气形态。 很快到了下周二,周三,三十日,五月一日,封面又要再度通过,各地由北往南又将经历一次降雨的过程,后续因为水气仍多,不稳定的天气可能要维持到下周四,周五,五月二日,三日,不过整体降雨的情况应该会逐渐趋于减小,到了下周末,五月四日,五日,则渴望恢复夏季午后局部雷雨的天气形态。 短时间内天气的变化依然很快,晴雨之间交替迅速,相当标准的春季型,提醒大家要持续留意。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无剩余提供。